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在这期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我要做一个广告 要再重复一遍 就是我新开的栏目 叫公子读书 每期会介绍一本书 大概每星期会做一期 目前的频率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一个节目 是专门给会员来观看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看这个节目 可以加入会员 我选的书一定是我认为 非常有价值的 非常好的书 而且很多人是没有时间 读这些书的 那么等于我帮大家读了 通过大概十来分钟的节目 我把整本书的主要内容 给大家讲一遍 而且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我选的书会跟市面上的这些书 会有重叠 就是别人做过的这个推荐书 和讲解这个书的栏目的话 他们的这个推荐的书 我不会去选 我选的都是其他的 以新书为主 还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学术著作 那么希望能够看一些深度的 理论的和最新前沿的 研究的这些内容的观众可以看这个节目 那么讲完这个广告之后 我们来看这个最新的一个消息 就是现在纽约时报发了一篇所谓的重磅文章 非常的长 详解了过去将近20年美国总统川普的税收的记录 可以说纽约时报成功的把这个新闻给炒作起来了 而且现在是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纷纷的报道 完全忽视了之前共和党发布的 关于拜登的儿子的问题 他们的这个报告已经被完全忽视了 大家都在关注川普他的过去 作为一个亿万富豪 他居然有两年时间 比如说2016年跟2017年 他只交了750块钱的税 我觉得这种炒作很明显是在选举之前的 一个抹黑候选人的行为 是为了帮助另外一个候选人的 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像过去什么水门事件这样的 去挖一些真正的料 去曝光一些丑闻 这个根本谈不上任何的丑闻 我们看一下纽约时报的文章到底说了什么 我们就先姑且相信他拿的资料是真实有效的 是真的 我们就姑且相信 虽然现在川普已经否认了 说这是fake news 这是假的 但是我们就姑且相信的话 我们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里面他主要讲的这么几点 比如过去18年来 有11年川普都没有付任何的income tax 就是这个收入税 而且在2016年2017年只交了750块钱 这个跟川普作为一个亿万富豪的反差是非常大的 这可以引起很多人的非议 或者是很多人的不爽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 如果你去稍微多思考那么多一层 稍微去推敲一下 就发现这里边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这是在美国的税收法里边是合法的 他甚至提到了美国前总统 把布什也拿出来 把欧巴马也拿出来 把这些人都拿出来 说川普交的税是相对来说是最少的 但是他却不说 他不强调川普亏损的还是最多的 比如说他这边也承认了说川普在过去18年曾经交了9500万的联邦税 还是说他交了 那么这就跟你开始说的说没交就冲突了 那怎么回事呢 他交了个税了 只不过后来又退税了 大家明白 你一加一减最后得出了一个结果 但是你并不能这么加减 这不是这么算的 你不能这么算 你要看具体哪一笔是怎么回事 他的报的税是多少 然后退税是多少 他的亏损是多少 你都要全部算进去 比如我们看到这个报告里说 2015年的2017年 川普因为他的授权的 他的这些形象也好 他的品牌也好 总之他收到了1.2亿美元的profit 那么由于之前他没有亏损 所以他没法抵税 那么当时他就交了7000万美元的收入税 最后还是说他交税了 而且高达7000万美元 因为他没得可抵 你明白吗 只是后来因为他大量的亏损 他把很多的钱 比如他拍真人秀的钱 都用在了 比如说高尔夫球场上面 而且高尔夫球场是大量亏损 我们看他说 他最大的一个高尔夫场在迈阿密的 花了1.5亿美元买的 然后到了2018年 也就是大概6年左右时间 他已经亏了1.6亿美元了 总共他已经往里投入了2.13亿美元进去 然后银行贷款是要有1.25亿美元要还的 这个就是他后来为什么交了那么少的税的原因 因为他有大量的亏损 可以抵税 这个是符合法律 这是法律允许的 这是给你的权利 我报税 我也要抵税 每个人在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 把这些西方国家我们都是个人报税 报税的时候都要抵掉你的这些成本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甚至我可以说我做这个节目 所有的YouTuber 做脱口秀的节目的人都知道 我们现在我这个电灯 后边电灯 对吧 我们现在亮着呢 这些钱 电费的钱 我也可以去抵税 虽然我这个钱很少 我就没算进去 甚至我现在这个话筒的钱 我买这个话筒的钱 也可以抵税 因为我通过这个来挣钱 那么这些都可以抵税 实际上川普也是这么操作的 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这里边讲到了说 他花了7万美元来做这个头发 他说的这么多年以来 花这么多钱做头发 当然我们都知道 世界顶级的发行师 他的收入是很高的 对不对 他这个做头发价格是很高的 他选的是 他女儿最喜欢的发行师 化妆师 那么这个钱 而且本来为什么这个钱能抵税 因为他需要化妆来上镜的 他有上节目的 实际上我现在 比如说抹点粉底 我这个粉底的钱 是不是也可以抵税 当然可以 这都说得过去 都是合理的 由于他亏损那么多 而且他获得了 几千万美元的联邦的退税 那么他后面 某两年就交了几百块钱 比如说这个报告里写到了 说川普在欧洲的三个高尔夫球场 全部亏损 两个在斯高雷 一个是在阿尔雷 那么这两个全部亏损 加起来超过6,360万美元 自从2000年以来 川普在高尔夫球场上面 已经亏损超过3.156亿美元 你亏损了3亿多 然后你还让我去交税吗 对吧 这些钱是可以抵的 你不能说一个人 他越有钱 他交的税就应该越多 这种说法是完全无知的表现 这非常无知的 如果你知道这一点 知道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你还这么说 那你就是故意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实际上 他们知道怎么回事 只不过是他们故意的 故意拿出所谓的黑材料 所谓爆料 污蔑一个候选人 一个他们不喜欢的候选人 来左右选举的风向 改变民意 这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目的 如果我们真正切切的去研究这个问题的话 就会发现 这个是非常合情合理 其实是拿到按照纽约时报给的数据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么退税合不合理 你可以去争论 那么这就是按法庭来说了算了 对吧 这是法院说了算 而且据说川普的企业 也是因为退税的问题 也一直在跟美国的税务部门在交涉 也有这样的质疑 说退税是不合理的 你不合理的话 你就打官司 你就是私下你们去协商 去谈判 对吧 这就是商业国家 这就是一个按照规则去做事情 就是这样 你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我当然可以去合理的避税了 只不过很多人穷 没有什么可避税的 像我这样的 没有什么可避税的 对吧 避免点税 还不够费劲的 还计算 我怎么计算电费 这个很麻烦 因为你要把它划分 你要说我住这个房子 我住一天24小时 比如说 我如果24小时都需要开灯的话 那么我做这个节目需要多长时间 你要把这个比例算进去 然后电费 然后再乘以这个比例 就是你做节目的时候 所用的电费 这个是很麻烦的 但是对川普这样企业家来讲 他当然是要斤斤计较 他要每一笔都算得很清楚 他有专业的律师 专业的会计师 要给他计算的 这整个的报道 也没有显示 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他犯法了 他故意的偷税漏税 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选业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 双方都肯定会拿出各种各样的爆料来 来攻击对方 这个很明显 这是民主党有意的放料给纽约时报 来爆出这个料 共和党这边也没闲着 对吧 他也攻击拜登的儿子 说他儿子有问题 但是也没拿出什么特别实在的证据 来证明 他儿子收了钱 影响了美国的政策 所以我们如果理性的看这个问题的话 拜登儿子确实是有嫌疑的 确实有问题的 确实是让我们无法信任的 但是你又不能说把他抓起来 因为他没有犯法 至少目前我们看到的证据 没有证明说他犯法了 他拿了钱 然后影响到他爸 然后改变了美国的政策 怎么样 并没有这样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所以说双方其实都没有证据证明 对方触犯了法律 应该被抓起来 但是却想方设法的去挖对方的料 在媒体上边进行一些解读 然后通过这种解读来误导选民 来影响他们的选票 这个是双方都在做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我们不要陷进去 陷入到某一个党派的一个说辞 我们要看得很清楚 这都是双方为了选举来做的一些手法 而且我相信未来肯定还会更多 一定会出乎我们的意料 更多的料会爆料出来 至少我看到这次纽约时报的料 实际上它已经起到了很大的污蔑的作用 因为它把这个事情吵得很凶 铺天盖地的 到处都是上了各种各样的热搜 但是它料本身的爆炸性又不够 就是经不起推敲的 我们要真的推敲去研究的话 觉得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它这个噱头 大家看到这些标题 什么川普作为亿万富豪 十几年不交税 说什么川普一年交750块钱的税 带动这些人的情绪 实际上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你就觉得川普真坏 然后真不要脸 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当总统 然后你要去投票选他 要恨他 对吧 这个是目的 我们千万不要被这种障眼法所蒙蔽 我们要清楚这些都是一些手段 双方使出的一些 就是打出的牌 那么我们到底看什么 实际上我觉得更重要的 就是看他们的政策 当然了 我们这个节目是针对中国议题的 那么我们就看他们这两个党派 他们的各自的路线方针 哪个更符合我们的胃口 我们看到最新的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 就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克鲁格曼 他介绍路透社的一个采访 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专门挑出来 这里面专门讲到了中国问题 克鲁格曼一直是狂骂川普的 大家就注意这一点 我曾经我记得我在推特上也批评过他 就是这个人虽然他是经济学大师 他是诺贝尔奖得主 他涉入政治太深 谈政治问题 但是我仍然去看他的一些内容 我不会因为受到了党派的左右 我就会因烟费食 或者是因人肺炎 我不会这样 我还是要看他的讲的内容 是不是有道理 有一些东西也值得我们去学习 即使我们不同意他们的一些政治立场 但是这些人身上也可能仍然会有我们需要学的东西 这个才是一个非常冷静理性的一个态度 我们看到克鲁格曼说什么 他说他希望拜登上台之后继续对中国强用 当然这里边也能反映出他有一点点担心 有一点担心拜登是不是能够坚持着 按他的说法就是stand up to China 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另外他说拜登如果当选的话 相信肯定会从跟中国的贸易战脱身 但是他希望拜登应该更聚焦在美国的工业政策上边 什么意思 他没有说的很清楚 这个采访很简短 这个工业政策不就是川普一直在强调的制造业的回归 然后美国制造买美国货 其实还是这个 但是克鲁格曼又不同意川普的贸易战 不同意跟中国加税 其实这里边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比如说克鲁格曼认为应该联合所有的国家一起对付中国 好了我想问的是如果这些国家他们仍然存在一个侥幸心理 我有了更友好的拜登作为美国总统 不会像川普这样这么讨厌 那么这些盟国会觉得我更不用去stand up to China 更不用去跟中国搞坏关系了 对不对 现在是川普逼着我选边战 如果不逼我选边战了 那我就不选边战了 我们就继续的去获悉尼就好了 所以说我相信拜登上台之后 也做不到联合所有国家一起对付中国 绝对做不到 这些国家更会去有绥靖的政策 更会两边讨好的 这个就是拜登将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就是说其实川普的策略 贸易战的策略是最有效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很多人会忽视的 然后克鲁格曼最后还提到了说 美国要怎么样挽救经济 这才是拜登当选之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因为他现在已经几乎可以说预测拜登会当选 因为他一直支持拜登的 或者说他一直反对川普的 所以他会这么讲 然后他就说拜登如果当选的话 那应该走另外一条路 什么呢 就是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 给美国创造一个就业的机会 就像罗斯福的新政一样 刺激一下经济通过投资来拉动整个经济的复苏 我就想了 这难道不又是川普讲的吗 要投资大量的资金在基础设施上面 所以说从政策面上面 我实在看不出来 选拜登要比选川普更好的理由是什么 看不到 我只看到了今天川普的所作所为 他的这些政策 至少是服我和我胃口的 即使这个人是遭人诟病的 是非常的两极化的 恨他的特别恨 夸他的特别夸 是有这样的极端的现象的 我们只要自己不陷入到极端当中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看他的政策 看他的执政的能力和过去的表现 而且他的一些外交政策 特别是对中国的 是很有效的 虽然我们仍然认为他有点绥静 这个是站在更高的一个视角 去看这个事情 把这个时间段拉长 拉到未来十年 我们再看 川普今天确实是要比以后要绥静的多 但是他至少就像我最早之前说了很多次了 他是个转折 是美国整个国家战略的一个转向 是整个全球化走不下去了 遇到这个平静之后的一个回潮 是一个逆全球化的一个起始 这是他的一个历史作用 他的一个历史的功绩 所以说我看到了他嫌做的事情是符合潮流的 而且他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转折人物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转折点上面不应该轻易换人 不应该去选择一个完全让我们无法信任的一个旧官僚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